本桥在地面包店经营超过30年 在老板桥人的心里面可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来到这一家店真的会让各式面包和西点扰乱的视线 因为这里的种类超过百种 多样化的选择 业者说这里的选项大致上来说分成三类 第一种是最常吃的面包类 为了要让客人吃到健康的面包 师傅特别制作六倍奶吐司 奶香味当然不在话下 最重要的是这里面适用好的菌种发酵 做出来的口感像是面包融合了蛋糕 再加上水果内馅提味 勇夺面包类的销售冠军 它都是我们自己培养的菌种 然后没有像房间的面包店 用的都是跟厂商叫来的一些酵母菌 吃起来对胃比较不好 这是我们自己师傅自己培养的 有它特殊的香味 特殊的香气 第二类则是汉饼类 包括了绿豆碰 蛋黄酥 大拼这一类的传统糕饼 在这里都找得到 光看摆出来的量就知道 有不少顾客就爱这一个传统味 业者说推荐乳肉Q饼让大家来尝尝 饼皮要层层分明 考验的是师傅揉面的功力 还要少油少糖 吃到古早味也要能对身体 不要带来太多的负担 现在人比较不吃油 怕腻 所以我们就是用低温烘焙的方式 把所有的油全部都烤出来 这样子吃起来就比较不会那么油腻 第三种分类则是西点类 业者很骄傲的推荐 这里可是有外面吃不到的美味 卡斯达乳酪布丁 炎热的夏天到了 最需要清爽一点的甜点 所以年轻的师傅发想 综合了轻乳酪和重乳酪蛋糕的双重口感 而且很罕见加了Q弹的布丁 还有和乳酪最好搭的蔓越莓 绵密湿润 淡淡的甜 带点酸的冰凉口感 真的会让嘴巴停不下来 这个东西是我们特别研发出来 让人家现在吃乳酪蛋糕有多一个选择 然后乳酪蛋糕搭配上布丁 它吃起来就是会跟坊间市面上 有所区隔都不一样 然后吃起来比较清爽 没有负担 然后多一个口感 这样子 连小朋友吃都很能接受 所以里面还有一个蔓越莓在提味 是 它就是画龙点睛 让你吃起来不会腻 然后忽然吃到蔓越莓的时候 会有点微酸 微甜的口感 让你吃起来会觉得说 哇 原来它里面还藏着这个东西这样子 以三种分类来介绍这一家 在地悠久的老字号面包店 仅仅只能说明这里不到三分之一的品项 业者说客人喜欢多样化的选择 所以师傅们不断推陈初心 尽力满足顾客的需求 而能够不断地有新鲜面包上架 更是因为顾客的热烈反应 更要感谢他们长久以来的支持 所以秉持初衷 保留传统好味道 创新糕点 满足大家的需求 数位天空新闻 板桥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